2018年圣诞节前夕原油投资者 飞观到几点 美油从10月份高点下降约34美元桶 步游下降约36美元桶 低幅一度达到40%以上 这令国内消费者感到十分开心 不过 刚刚才开始享受低油价的中国消费者 还能享受多久呢 三大利好利好传来 国际油价逆势上涨 2018年最后两个月原油市场的情绪十分悲观 不料 2019年开盘 至今油价逆势上涨 连续三个交易日收涨日内涨势仍不解 虽然这与此前的跌势相比 仍不算什么 但是油价的风向为何突然转变了呢 一方面 乌佩克12月份签订的减产协议 将于今年1月份开始生效 此前沙特和俄罗斯等原油大国疯狂增产 而全球需求预计将下降 这就加剧了原油市场供过于求的风险 如今这些国家开始减产 虽然额度不算特别大 但是也聊剩余无另一方面 上周五美国至12月28日当周API原油库存 大减450万桶 降幅超过预期的233.3万桶 周六公布的当周EI原油库存 则仅增加0.7万桶前值为减少4.6万桶 可见 在国际油价持续下降的压力下 美国业原油开采商开采原油的动力也在下降 另外 此前沙特宣布 将减少对美出口原油 而最近的船运数据也现实 乌佩克发往美国的原油船货数量 未减至五年新低 这可能也是美国原油库存下降或增幅不大的主要原因 虽然供求关系一直是主导油价的因素 但是因为国际原油是以美元计价的因此 2018年美元走强 就意味着美元的购买力更强 这也是油价显得弱势的原因之一 而美元似乎出现了注定的倾向 加上上周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发出鸽派言论 很可能结束美元强势的局面 这也将会支撑国际油价反弹 以上三大利好加上油价 一度跌至一年多低点 可能也令一些投资者看到了抄底的机会 受美国政府关门影响 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 CFTC最新持仓报告仍未公布 不过从此前的报告仍可以看出 即至2018年12月18日当周 美优多头餐位 从801,203首增加18,950首 至82,053首 多头入场也可能是新一年来 油价反弹的因素之一 成品油将迎来新年第一涨 可能还有点早值得注意的是 油价的这一波反弹 却令国内消费者开始担心 国内成品油可能会赢来新年第一涨 机构人士认为 受到国际油价反弹的影响 国内参考的原油变化率 处在负值内回升 此次1月14日24时开启的成品油调价 或赢来搁浅或上调不过 目前国际油价的反弹 也才刚刚开始 这种趋势 究竟是死猫反弹 还是能够继续维持还很难说 因此 现在开始担忧成品油上调油价 可能还有点少 感谢观看 再来